发展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式基础 标识解析体系则是网络体系的基础 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础设施 今年我省将加速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支撑我省产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工业互联网标志解析体系 是整个工业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的关键基础设施 二级节点是这个体系的中间环节 向上与国家顶级节点对接 向下为工业企业分配标志编码 去年底连连加营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获得我省首张工业互联网标志解析二级节点 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许可证 该节点已服务企业500余加 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业 美制材料钢铁及深加工等多个行业 目前注册量突破一个亿 持续推荐标志在企业中的应用 并在推动企业在智能化生产 网络化协同 个性化定制 服务化延伸等领域 实现快速感知 敏捷响应 动态优化和全局智能化协同 工业互联网标志解析地规节点 是标志解析体系的关键性入口设施 能够将标志数据缓存起来 目前 我省已完成东北地区第一套地规节点上线 实现了整个标志解析体系的闭环 它对于系统车呢 是对接国家顶级节点 二级节点 以及企业节点 在应用车呢 是对接工业APP 工业互联网平台 以及企业的信息化系统 这个地规节点呢 是整个解析服务的一个统一的入口 它也是解析服务高性能 高质量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保障 截至目前 我省已完成23个工业互联网 二级节点建设 数量居全国前列 2021年 全省新建5G基站2.5万座 累计达5万座 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量 居全国第12位 建成开通 互联网域名根镜像服务器节点 和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 我省成为全国六个同时具备 两个节点的省市之一 不断完善的工业互联网核心基础设施 正为我省产业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 辽宁中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定制化的工业生产管理系统平台 将各工序的唯一标志码 注册到工业标志解析 二级节点平台内 所有生产各工段生产指令下达 以及生产数据的实时监控 都通过工业互联网进行控制 做到整个生产过程可溯源 目前企业成型工段成品能耗 降低30.9% 成型工段用功量减少60% 劳动力成本降低32% 通过工业互联网二级解析服务 实现美制品行业标识的标准化 使得销售出去的产品可溯源 提高行业内产品质量与标准化程度 在葫芦岛新城市斯达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每一件代加工的泳装 在面料上都有一个二维码标志 这个标志 自企业加入工业互联网标志解析 综合型二级节点 葫芦岛平台后就开始标注了 已经实现泳装行业全生命周期 数字化运营 客户通过手机扫码 可以实现与消费者进行直接的对接和沟通 生产效率提高了37% 产品研发周期也缩短了7% 产品交付由原来的12天 缩短到现在的5天 对一些服务企业上任商标志 比较典型的二级节点运营企业 给予一些政策支持 推动企业加快发展 推动二级节点加快建设 加快这个标志的推广和应用 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今年我省将有序开展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50个以上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支持沈阳双千兆城市建设 此外 我省还将加快工业设备数字化 网络化改造 深化5G加工业互联网 构建工业互联网网络地图 利用三年时间打造100个 企业内网改造建设标杆 高质量外网 基本覆盖重点产业园区和重点工业企业